美国最高法院看来正倾向支持川普总统限制几个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公民进入美国的旅行金令 这些国家是伊朗、利比亚、北韩、涉利亚、委内瑞拉、索马里和也门 在星期三的一场听证会上 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以及大法官安东尼金·艾迪都表示支持这项政策 自从执政以来川普已经签发了三个版本的旅行金令 之前的两个版本都是临时的 目前的旅行金令并没有限期 这项所谓的旅行金令去年绝大多数时间都在打官司 因为它的合法性受到支持移民人士的质疑 他们表示这项金令相当于穆斯林金令 目前这项金令最终面临在最高法院的挑战